我们上一讲讲到了关于密宗当中的口密 口密呢也就是咒语 密宗非常重视这种声音的神秘 那声音本身真正是否具有神秘的作用呢 事实上是具有的 古今中外所有的音声学 也只是为了文字言语上的应用而加以研究 没有做到真正更进一步的探讨 在物理科学上虽然对声学光学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都是只限于在传播人类文化思想和情感的作用 那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当代也有很多的科学 在追求银河系统的音波作用 但是研究的目标也没有转移到探讨阴声和宇宙万有生命关系的这种神秘的功能 密宗三密之一的这个口密 就东密而言呢 它是根据印度上古梵文字母的生和孕母的组合 那么梵文呢 其实印度自古以来 它始终流传着几十种的文字和语言 梵文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而且梵文还有古今音声的不同 这个口密呢 也就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在修炼的过程当中念诵一些咒语 那这种在念诵咒语的时候 产生的这种声音 首先它具有一种信仰的作用 从尊敬修法的观念来看 认为世界的文字言语都是虚妄不实的假法 所有的其他声音都是假的 只有佛菩萨所传授的神秘的咒语才是真实不虚的 那么音声呢 在物理世界中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除了自然科学已经了解了生学的原理 还有应用以外 宇宙间的生命和音声的关系 以及植物矿物有没有音波浮射和反应的问题 这还都是尚未发掘的领域 人类对于声音的这种认识 耳熟能详的只是知道 声音能够沟通人和人 还有人和动物之间的思想 情感 那么利用声音 促使生命 人或者动物的生命 启发生机 或者感受死亡的秘密等等 目前的科学界是一片空白 如果从密宗念诵咒语的修学方法来讲 那是一种利用特别的音符 来振动我们身体内部的气脉 使它能够发出生命的潜能 变成超越惯有现象界中的作用 进入神庙的领域 乃至可以启发神通 甚至于高度的智慧 所以在东密的三部秘法当中 比如有这个金刚部 胎葬部 莲花部 那都有不同的咒语 让修学者能达到不同的目的 然后产生不同的效果 从这个立场上来看 密宗咒语的音声的秘密 最大的重心 就是声音和人体气脉的关系 这是超越了宇宙当中物理的神秘作用的 至于咒语的具体意思呢 其实根据经文上来说 咒语的秘密只有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了解 正到八地以上的菩萨 他也可以自己自说咒语传下去 中国的禅宗有一位普安印宿禅师 那他呢曾经传过一个咒语 叫做普安咒 这个咒语本身很单调 但念诵起来却很灵验 什么叫单调呢 就这普安咒啊 它是很多单音的组合 好像崇鸣鸟叫 又好像密语淋淋 东密和藏密念诵咒语的这个原始根据 都是从印度的古代的那个梵语的发音而来的 那么咒语当中 翁阿哄这三个字是梵文生母的一个总纲 所以只用翁阿哄这三个根本字 这三个根本咒音组合也能成为一个咒子 这是普贤如来的三字根本咒 叫翁阿哄 普贤如来呢 是意义的妙秘 普贤就是普遍而闲善的充满一切处所 无时无处而不存在的意思 翁这个字呢 是宇宙原始生命能量的一个根本声音 它还有无穷无尽的功能 我们念诵咒语呢 经常能够以这个翁字开头 翁也是我们这个宇宙 或者说我们所有咒语的一个根本字音 翁是这个宇宙原始能量的这么一个根本声音了 它就还有这种无穷无尽的功能 用在人体上而言呢 它代表的是头部的声音 是我们头顶内部的声音 你比如说吧 在座的各位可以把用双手把耳朵蒙上 用双手捂住自己的两只耳朵 你自己能听到自己体内的这个心脏和血脉流动的声音 就很相近 就很跟这个翁字的声音就很接近 所以但凡念诵翁字部的发音的咒语 必须要懂得它发音的这个妙用 念这个翁字的这个发音 它呢 最低的效果也能使我们的头脑清醒 精神震发 如果有一些小毛病 伤风感冒 连续的念这个翁 也可以使我们头部开始发汗 得到不用药就能治愈的效果 阿字呢 是万有生命生发的根本音 阿它具有无量无际的功能 阿是一个开口音 是世界一切生命开始散发的声音 比如净土宗念诵佛名阿弥陀佛阿 阿这个音也是密宗阿部的开口音 所以说它是莲花部的基本的生命 如果懂得连接阿这个音的妙用 能打开我们身体内脏的脉结 清理腐葬之间的这各种疾病 哄呢 是万有生命潜藏生发的一个根本音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翁呢 是天部的声音 哄呢 是地部的声音 阿是人部的声音 阿是人和动物生命之间的开口音 哄呢 在人体上来说是丹田的声音 如果用哄呢 念这个哄字的这个声音 能正开脉结 启发新的生命生机 最低限度也能也能够达到健康长寿 六字大明咒 它就包含了 同时呢 这个音呢 也是阿部音的一个变化妙用 这是口密 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下 意密 身口意三密 意密呢 是密宗三密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身体的内壁 内密和音声的妙密 都凭借我们的意念发生作用 在佛学当中 大乘小乘任何宗派 都要清净自己的意念 清除我们的妄想作为主旨 人类之所以称为 称自己是这个万物之灵 就是因为人类具有思想和情感 人和动物就在这里区分 情多想少 这个人的智力就低 情少想多智慧就高 思想越高 因为智慧的升华 就能进入到超凡脱俗的圣人境界 情感欲望浓重 那智力就减退 堕落到动物的意识形态 思想和情欲虽然划分两头 作用不一样 但它们都凭借意识的功能 发挥它的应用和效果 不管是大乘佛学 还是小乘佛学 那或者是这个世间的一切学识 对于知觉和感觉的关系 可能跟它叫心 或者叫性 或者认为它是心理的作用 在人类文化当中 不论东西方的文化 宗教哲学 只要重视真正的实际修炼方法 都是依靠本能的这个意识思想做功夫 这个呢 我们讲的呢 就是意密 意密呢 是三密当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修学的话 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这个意识 意识呢 就是讲我们 每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 在打坐的时候 在静坐的时候 能够达到我们的妄想清除 这个是我们最根本的 可以说是我们一个根本的目标 所以我们总说 佛法上的修持来说 并不太关注我们在身体气脉上的 这个成就 如果你所有的这个念头 总是在身体气脉上做功夫 那么我们就很难真正的清除我们的妄想 因为希望达到我们的长生啊 或者希望达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啊 这本身 这本身它也是一种妄想 虽然静坐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身体健康 能够帮助我们长寿 但是你的念头上 在做起来的念头上 还是不能有这个追求 不能有这样的妄想 静坐 这个静和动 这是两个对立的名词 求静 就是我们养生和修道的必然方法 自然界当中 一朵花 一粒骨子 一个麦子 各种种子 都是在静中生长 在动态中凋谢 人的生命经常需要与活动对等的 就是休息 我们普通人的休息就是睡眠 通过睡眠 通过充分的休息 得到生机 在精神状态而言 静就是培养我们先天智慧的温床 那用什么方法能求得这个静呢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很可笑 怎么叫能求得一个静呢 静就是静嘛 想用心去求静 求静又加上一个方法 那不是又多了一番动吗 禅宗的祖师就会这样告诉你 君心正在闹 且自修去 所以你根本不用求什么静啊 你在求静的这个动作 本身就是动了呀 那这么说来求静 那根本就是错了 或者说可以不用求静了 那也不一定这样说 因为一般人的心理生理 经常都是动的 尤其是心理方面 我们的意识思想 知觉情感 就像瀑布一样 一直在动 在生理方面呢 血液 神经 气息 也是时时刻刻都在运行 尤其我们静坐的时候 如果身体潜伏着有病根 它可能就会发生 酸痛 冷脏 热 麻痒 等等 比不静的时候 还强烈 树欲静 而风不止 心越想静 那反而呢 动乱反而却更多 所以一般初学静坐的人 往往会发现自己的思虑 营营非常杂乱 比起不静坐的时候 更加烦躁不安 其实这都是自己啊 有的人就会害怕 认为自己不应该静坐 或者怕走火入魔 这其实是不太明白 我们静坐的道理 自己在头上安头 自己误会了 首先咱们讲 我们为什么想要静坐呢 以前跟大家讲过了 咱们想要趋病延年 想要长生不老 想要修道 养生 养心 等等 总而言之 你总得有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谁产生的呢 那你肯定说了 是我产生的 那我 是我哪一方面的动机呢 是心 那心理的动机 我的这个心理 什么是你的心理呢 就是你的大脑 意识 思想 既然是我的心 想静坐 或者说静坐 要求一个静心 那为什么我们在静坐的时候 反而觉得 心不能安静呢 殊不知 我们的意识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 从生到死 从早到晚 他习惯于了 一直在思虑 他像一条瀑布的流水 永远没有停止过 他与生命共同存在的 成了这么一个习惯 自己并不觉得平常思虑很多 一旦我们想要静坐 在比较安静 向内囚禁的情况中 就发现了自己的心思太乱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比如说吧 我们房子当中 平时你看不到有灰尘 阳光忽然透过缝隙 照进了这个房子 你就看到了 灰尘在乱舞纷飞 我们静坐也是如此 没有阳光进来的时候 你看不到这些灰尘 静坐就仿佛是给你的生命 照进来了一缕阳光 这一缕阳光一照进来 你看到了 我的妈呀 怎么这么多灰尘呀 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烦恼啊 我怎么有这么多的思虑啊 其实你不用打扫它 就像阳光一照进来 我们发现了灰尘一样 你不用打扫它 你也不需要用一个方法去 去扑灭它 你去抓它也不用 你不摇不动 不增加不减少 慢慢地静止下去 它自然就停止了 但这里最可能发生的问题 也就是当我们比较安静 正的状态来临的时候 往往会想睡觉 或者说不知不觉 自己进入了睡眠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要仔细审查 如果呢 这种疲劳 这种想睡觉的念头 是从我们身体的劳累 或者心力的疲惫而来 那不妨我们就干脆 好好睡上一觉 等精神爽朗了 再来静坐 如果呢 我们的心理并不疲惫 身体上呢 也不劳累 也不缺 也不缺窖 那最好我们就 稍微运动运动 或者特别地提起精神 这样我们就能够静下来 前几天我们给大家讲过 这个麦伦 还有丹田 让我告诉大家 要一手丹田 丹田这个东西 到底有没有呢 从中华文化上来说 那肯定有 现在一说丹田 普通人大家都知道 在肚脐下面 可是你要跟这个 学西医的人 你跟他聊 或者学这个生理解剖学的人 他就会笑话你 为什么呢 他说人体上不存在丹田 这个东西 你问他 你怎么说没有呢 他说人体我解剖过很多了 我们上是个生理解剖课 我们解剖过很多大体 不存在丹田这个东西 这是愚昧的 是迷信的 或者是到家的人 故作神秘的 其实啊 当代的这个 对人体的生理学 都是以解剖 这个人死掉以后的身体 得到的证明 而中国古代的讲的这个呢 是从活人的身上求得的证据 道家讲有三个丹田 上丹田呢 在两枚之间 横通肩脑的部位 中丹田呢 在两个乳头正中间 横通肺和心脏的部位 那叫中丹田 下丹田呢 是旗下横通肾脏之间 和大小肠的部位 这些现象 这些作用 都是人体生命活着的时候 和我们的呼吸系统 产生着连带的关系 丹田 是道家修炼观念中的 这么一个代名词 并不是在那里真的能炼成一颗丹药 如果你真的在那里炼成了一个丹药 那就成肿瘤了 所以不要认为内丹 就真的成一个粒 真的成了一个丹药在那里 而你现在的这个解剖学呢 它是用死人去解剖 死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 这个能量 或者说生命的这个能力 已经消失了 那你肯定是找不到了 人在静坐的时候 心里的杂想比较清静 头脑中的思虑相对而言会少一些 所以慢慢的血液流动的就开始缓慢 心脏也就减轻了负担 同时呢 因为身体的姿势端正 不再运用动作来消耗体能 慢慢的呢 咱们说这个 这个脑下垂体的内分泌分布的就比较均匀了 当我们这种感受发生了 最敏感的地方就是中枢神经 还有背脊骨的末端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小时候总说 说脊椎骨往下那个末端 就是要尾巴根尾巴根 怎么叫尾巴根呢 这个当代的这个所谓的进化论 说人是由猴子进化来的 所以原本是有尾巴的 现在没有尾巴了 但是有个尾巴根就在那 那里面反映的是最最敏感的地方 它连带的肾脏的部分 通常就会有仗紧的这样的刺激 所以一般人在静坐当中啊 反应最最多的 或者说最快的 最容易发生的 就是那里发开始发生感觉了 但如果你身体有一些特殊的情形 比如说哪里有隐藏的疾病 那个是另当别论 可能是哪里有宿急 多年的疾病 隐藏的疾病 那里最开始先发生感受 那我们静坐想要求静 就一定要特别留心 首先我们会把心理和生理的作用 我们把它归结为两种感觉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知觉和感觉 两个部分 知觉是什么呢 知觉就是心理的 思虑的 想念的各种现象 感觉呢 是身体契机的感受 但综合起来的话 这两者 不管是知觉还是感觉 都是心的动向 人在静坐当中 感觉体内的契机 发生作用的时候 最容易的犯的错误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知不觉当中 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感觉上 而且越来越强 于是全部的心力 都会搅乱我们的契机 构成了幻想 构成了自己某种狂乱的心理 比较稍好一点的 就会认为自己气脉通了 就沾沾自喜 那其实呢 真正打通了吗 其实没有 那是自己感觉的 自以为的 或者有的人呢 契机的绝授 让自己的注意力过分的集中了 于是无形中 配合了幻想的心理作用 神经紧张 变成了精神病 这就是我们说 走火入魔了 其实不是静坐 会让人入魔 不是静坐 会让人着魔 是因为自己 不明白静坐的道理 是自己心理上的魔 害了自己 如家 佛家 这三家都有讲静坐 所以他们的静坐姿势呢 也各有不同 你总的来说的话 这三家不完全统计的姿势 都有96种之多 但是我们给大家的 分享的呢 那肯定还是七支做法 因为七支做法呢 我们大部分人来说 通过修学呢 是更容易一些 而且呢 更符合我们修道 其实啊 有的人会怀疑 说我们像七支做法 把腿那么盘上来 你肯定对人的身体健康 不一定有益 甚至于有的人 觉得可能有害 因为你两个腿部的血管 被压迫了 甚至他认为 可能会导致你 发生其他的 这个疾病 其实呢 不然 人体的健康 和我们的腿和脚 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道家医里 认为 精从足底生 一个人健康 是否健康长寿 和双腿双足 是有绝对关系的 所以你看 婴儿 那个小孩的活动 都在两只脚 一过中年 腰部以下的腿脚 慢慢的就感觉无力 喜欢呢 翘着二郎腿 人的衰老和死亡 也是从腿脚开始 慢慢的往上走 达到躯干 达到头部的 盘腿 屈膝静坐 你的腿麻 酸 胀 正是说明 你腿部的神经 和血脉不通畅 证明你的健康 本身是存在 潜在的问题 所以呢 你当时是麻了 当你放开的时候 等待酸麻 过了 反而有一种 从未经历过的感受 那种感受 还不是难受的感受 持之以恒 坐到足部 腿部的气血流畅了 那你反而不愿意下坐了 反而感觉非常舒适了 反而有另外一种 快感发生 人体也像植物一样 一根树木 盘根曲折在泥土之下 得到了太阳 空气 水 还有土壤的营养 它才能生长茂盛 人呢 却和植物相反 它的根在头部 它的土壤就是虚空 人体的两只脚 就像人身的枝叉 所以把两足盘起来 等于像把一株人参 或者是松枝 把它卷曲 让它的生发能力 不再往外面分散了 反归于根本 培养自己的本源 所以它让本身更加强壮 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观念 你就知道了 盘足屈膝 不但对人体的健康 不会有坏处 反而呢 会让我们健康长寿 静坐并不难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七支做法 七个要点 你把握住了 静坐本身是不难的 但是用心 却很不易 学习静坐的人 十个人 有七个人 是为了健康长寿 有两个人 为了好奇 想要求神通 剩一个人 为了求道 那真正了解道是什么 那又几乎是 一万个人中难有一个了 我们要了解 我们静坐怎么用心 首先要明白 学习静坐的目的是什么 在佛家的这些方法当中 最流行的 我们大家 跟大家都介绍过了 念佛呀 止观呢 观心呢 参禅呢 有一些涉及到密宗呢 就是持咒观想等等 但不管你用哪一种方法 都是重视修心为基础 不大注意我们身体生理上的变化 那道家的方法 它就极端注重身体生理的变化 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些 就是让大家安心 之前给大家提过手翘 那你手翘的话 一般呢 学习静坐的人 最容易最普遍的 就是手翘了 手翘的重点 就注重在生理的方法 换言之 开始学习静坐或者修道 大部分人都是以手翘为主 而且一定要从手翘入门 也就是说原则上 先承认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道的一个基本所在 因此只要把握住了这个翘庙 守通了这个翘就能得到 至少可以长生不老 身体健康长寿 其实呢 我们守的是翘 能守的是心 根本呢 还是心的作用而来的 那哪里才是真翘呢 谁必须要守翘 谁又不需要守翘 哪个翘能守 哪个翘又不能守呢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有人说一翘通而百翘通 这就讲呢 只要守通了一个翘 便可以得到 然而人身上有九翘 脸上有两个眼睛 两个耳朵 两个鼻孔 一张嘴 脸上有七个翘 下面有大便小便 两个翘 那如果你上面的七翘都通了 那结果还有便秘 或者小便的病 那到底算不算是 一翘通而百翘通呢 有的人肯定说 我们讲的那个翘 那不是你说的这个洞 我们讲的翘是穴位 那人身上有108个穴位 不论守哪个翘 它都离不了穴道 那个本身的部位 如果你这个穴 你这个穴道流通了 那个穴道闭塞了 到底能不能做到一翘通而百翘通呢 假使说这个翘也不是这些穴道的翘 是无形无相的 没有定位的 那就是我们心理上的构想 所造成的了 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要讲 你在手翘的时候 尽量不要钻手上翘 之前跟大家提到过了 尽量的我们是守住下丹田 但是你守住下丹田 并不一定绝对的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修行的这么一个 一个绝对的方式 并不能这样讲 为什么呢 因为呀 你手翘 你去感觉到那个丹田 那个部位 你感受到那里有感觉 那个可能是生理神经的一种反应 但是有的人一边手翘 他一边呢 还是杂念纷飞 因为精神与意志 它是一个很神妙的东西 你越想让它集中 它反而越散乱 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把手握拳 我们把手握拳 握紧达到极点的时候 反而会松了 所以说呀 我们的心理的运用 是很神妙的一件事 这个只有各位自己去守了 只有各位自己去操作了 你才能够了解那个度 从道家修炼的方术来说 手翘和炼气 并不是同一件事 手翘呢 是利用我们心的作用 而炼气呢 是锻炼呼吸 但是无论这二者哪一个 他们都离不开存响 所以呢 我总跟大家讲 咱们讲说这个存响 怎么叫存响呢 你只要肯下功夫去练习静坐 到了一定的时间 到了一定的火候 你生理上的契机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的现象会因人而异 各有不同的现象和程序 比如说年龄老少的不同 男女性别的不同 身体强弱的不同 有病无病的不同 在由此有许多一同的差异 引起个人感受的不同 因此就产生许多心理不同的想象 最终仍然离不开存响的作用 一般学习静坐修道的人 大都很容易把呼吸的气和空气的气连成一个气 所以就认为空气是我们人体内部气机的中心 其实不然 咱们说咱们的空气与外面的 咱们的呼吸与外面空气的关系 只是我们肺部的一个调剂作用 如果从修炼静坐的观点来说 那个只属于达到横格膜以上的效用 至于人体内部的气机 并不是只与呼吸的作用连成一气 换言之 人和动物一样 从肺部吸收空气 就好像我们需要点火 必须先借着这个引火的燃料 来引发我们本有的燃能 人体内的气机像一个原始的宝藏 它与生俱来永远潜藏着无尽的功能 但你不经过合理的修炼 这种潜藏的生命能量就随着你的老死物化了 永远无法发生作用了 所以我们呼进来的这个空气 它本身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气 它只是进来的一种燃料 帮助我们引发我们本来的那个原始能量 那个原始能量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气 气机的这个气 佛家小成禅观的修法 就把呼吸之气与人体内部潜能的气机 分成三个步骤和三种状况 这是比较正确的一种观念 第一个呢 是风 这个就是指呢 空气和呼吸器官之间的这个作用 换言之 一般人凭借空气的作用而维持生命的生存 这个都是风的状况 第二种呢 叫气 气呢 指的就是通常人的呼吸的作用 经过静坐的方法锻炼了以后 呼吸比较轻而缓慢了 第三个是吸 经过静坐的高度修炼之后 呼吸的气到达了轻微的 几乎止吸的这种状态 那个时候呼吸器官的作用等于停止了 小腹以下 那个丹田那个里 不靠呼吸器官的往返作用 自然而然发生了一种 一种怎么说呢 一种类似于停止呼吸的这种状态 这个叫吸 后来丹道 那个道家的人士称这个为胎吸 老子讲说 福物云云各父归其根 归根曰静 是为父命 老子的这些有关于修养方法的理论 完全秉承了中国上古文化的传统 从观察物理自然的现象而理论的 因为在这个物理界当中 一切生命的生发之机 的确都是从静态当中茁壮的 尤其是植物界当中的生机 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人类虽然跟植物不一样 但是从婴儿孩童到达这个少壮的阶段 比较起来 越在年少时期静的状况越多 对于生命成长的功效也越有利 这就说明静对于人体生命关系极为重大 所以说一个普通人 在平日生活当中特别疲劳 活动了 工作了之后 一定需要休息 最好的休息就是睡觉 虽然睡觉和静坐的作用不同 但睡觉是人顺应生命自然的一种静态 静坐嘛 其实一个人生命需要休息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可是一个人呢 想从作者的这种姿态取得休息 却会获得很多大惊小怪的说法 有的人就会说 你灰心了 你厌世了 你受了什么挫折了 你走火入魔了 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 那你睡觉能不能走火入魔呀 那你睡觉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受到打击了 受到挫折了呀 静坐 你坐好了 它比睡觉功能要更多 仅此而已 它是一种休息 没听说过谁睡觉睡走火入魔了吧 就算一个人睡觉睡着睡着 变成了精神病 人们也不会说他是走火入魔 只能说他得了精神疾病 你打坐也是一样 你静坐掌握了方法 它就是深层次的休息 休息是不会让你走火入魔的 是你自己的心里发生了问题 它跟静坐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睡眠的休息是卧倒的姿势 静坐的练习是坐着的姿态和睡倒不同而已嘛 所以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都是以讹传讹的零碎知识 结合上很多所谓的名词啊 观念呢 是因为传闻失实 无形当中 加上很多心里的好奇啊 或者心里的恐惧 它和静坐本身是没什么关系的 我们静坐第一个反应 腿部的麻胀 在开始练习静坐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乱七八糟的 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存在 或者说 你能够抿除那些乱七八糟的观念 那你所感觉最大的困扰 也就是心理上不能平静 和生理反应的一些奇异的感受 十个人 有十个人 就是坐过一段时间之后 首先感受到了一个压力 就是两腿发麻发胀 然后浑身酸疼不安 连带引起了心理的不宁静 你从当代的心理卫生 生理卫生知识来说 就认为是这个两腿的血管被压破了 你不静坐的人 把两腿 你是蹲着呀 或者是翘着二郎腿呀 你不动弹动弹 不随时变换变换 保持住一个姿势 经过一段时间 那腿肯定也会麻 可是你要从静坐的经验来说 这种现象 不是完全的 是血管压制的关系导致的 是因为你的气肌开始发生反应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气肌在筋脉血管肌肉之间 它不能够畅通的流行 所以有了胀痛麻木的反应 换言之 证明了我们的气脉 已经有了这种后天的障碍 当腿麻到我们忍不住了 我们轻松地放开它 让它自然舒畅了之后 然后你反而会感觉到 经过这么一段短暂时间的压迫 还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静坐功夫到达了一定的阶段 盘腿或不盘腿 这种很舒服的快感 是能长期存在的 那个时候 你这个盘腿就不会麻 也不会让 而那种舒服和快感 反而会越来越强 而这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腿部的麻胀 你只要坚持地坐下去 腿部的酸麻胀痛会消失掉 气肌通了 气脉通了 它会消失 在前期呢 我们受不了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先放开它 第二个反应呢 就是肾脏 也就是升值系统的反应 成年人练习静坐 最开始发生反应的 是从肾脏 包括腰部这个位置开始的 时间再久了 升值器部分会发生反应 这是中年 往上的 但是少年呢 因为年轻人 他年纪小 他的反应不是从肾开始 反而是先从升值器部分 先发生反应了 那我们就分两部分 跟大家说 一部分是肾脏部分的反应 一部分是升值器的反应 肾脏部分呢 这个反应呢 就静坐过后 腰部发生胀痛 酸麻 那如果呢 本身的肾亏 那本来就患有 比如说阳尾早泻 移经这样的病 因为静坐的关系呢 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 这些现象呢 中医认为啊 是肾亏的关系 西医呢 说是肾脏 肾上腺 脑下垂腺 神经衰热 等等因素有关系 如果是女性在练习静坐 你本来一直患有肾亏 这样的毛病 那你练习一段时间静坐 就会腰部非常疼 其实这不是静坐 而产生的腰痛 是因为静坐 发动了我们身体 内部气机的潜能 在将要通过 而尚未通过 肾脏和腰部的阶段 因为这里面有障碍 原本有疾病 所以引起了 这些症状的并发 那如果我们发生了 这样的情况 那怎么办呢 你最好呢 也是可以暂时的 停止静坐 把肾亏这个问题养好 恢复的健康 再来静坐 然后静坐呢 又开始了 然后再治疗 治疗好了 再来坐 就这样呢 再病再停 再停再坐 久而久之 你就完全地恢复健康 这个阶段 最要紧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断绝性行为 甚至于呢 你的观念上 思想上 也没有性 这个也没有性欲的 这个念头 那才是真正的 无上大药 那能够帮助我们 尽早地恢复健康 所以腰痛 这就说明 我们肾脏本身亏虚 现当代的男性女性 肾都是亏的 大部分人的肾都亏 所以有做 做一下一段时间 腰痛的不行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呢 如果痛到不能坚持 那就先不做 先调理我们的肾 调理完了 我们再来做 做一段时间 又痛的不行了 再去 再停下 再调理 这样反复几次 能把我们这个肾的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掉 第二种反应 就是生殖机能的反应了 比如说男性 生殖器 勃起 或者引起 睾丸部分的神经跳动 会音部分的振动 女性呢 子宫的振动或收缩 或者两个乳房膨胀的现象 那道家有一部分的 这个派别的观念 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认为这是一阳来复之机 正好采药回炉 这种观念是否正确呢 那我们先不讲这个 但是呢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静坐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了这种现象 没有配合心理上的性欲的冲动 那就是很好的情况 因为这是脑下垂线 肾上线和性线 活动兴旺的证明 对于身体健康是有益的 但坏就坏在呢 生理上产生了这样的反应 十个有九个半都引发了念头上 性欲的冲动 然后呢 你有了念头上有了性欲的冲动 就引发了头昏脑胀的感受 甚至情绪烦躁 胸闷 难以排遣 如果因此而发生了性行为 那就前功尽弃 那甚至呢 不仅前功尽弃了 反而呢 让我们的身体呢 又进一步的开始坏掉了 又不好了 本来我们打坐是为了养生 为了对身体好 可是你身体自然发生了 这些生殖系统的机能 引发了性欲 然后发生性行为了 那就怎么样了 对身体反而不好了 一般练习静坐的人 很多都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而且呢 不知道对质的方法 有的人勉强压制 勉强压制呢 又成为了一种病态 或者是忍惊之害 那如果呢 练习静坐 一直都没发生这种现象呢 那也不好 也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有人说 那我们遇到这种方法 到底该怎么样呢 该怎么做呢 之前跟大家讲过 其实啊 对质这个事情啊 两件事最有效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双手十指 从前往后的梳头 双手十个指头 不是只用两个十指 我说的是十个手指头一起 往后梳头 从前往后的梳头 如果我们生理上 生殖系统上 发生了这样的 这样的反应 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梳头 再一个就是 从饮食上要少吃 这个是最有效的 减少我们的饮食 甚至有一段时间不吃 佛教讲叫过午不食 它也不完全是因为 信仰的作用 俗话讲保暖思淫欲 饥寒发道心 所以呢 少吃饭 减少饮食 多吃素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这是对峙我们的这个 这个肾脏 或者说 生殖系统 发生反应的一个 最简单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接下来呢 如果这一关 你真的能过了 肾脏的这一关 生殖系统的这一关 你能真的能过了 我们通过 减少饮食 通过食指梳头 我们把这一关过了 气肌从肾部 通过往上走了 那就会发生 下面的反应 我们的气肌 从会阴部分 通过了肾脏部分 往上走 到达了背部和肩胛骨 的这个位置 如果你过了肾脏的这一关 过了性欲的这一关 气肌上来了 有可能很多人 就会发生了 这个背部 或者肩胛骨部分 有了胀痛 或者神经紧缩的现象 那这种现象呢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呢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气肌顺着肚脉 顺着我们这个中枢神经上升 发生的一个自然现象 另外一种呢 也可能是你病态的反应 病态的反应 一般就是体弱有病 或者年纪太大了 体弱多病的人 比如他有肺病 胃病 肝脏的病 心脏的病 或者有病根在那 引而未发 有这些病的人 练习静坐 到达了某一个阶段 就会感觉到 背部非常胀痛 像有一个很重的东西 压着自己 腰软 乏力 很痛 甚至还有背部的神经 抽搐 痙攣 或者两边的肩膀 连带着后脑的背部 都有强硬难受的感觉 或者胀痛 汗流浃背 发冷 或者发热 当我们发生了这些 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 你首先必须有一个 最基本的观念 就是这些都不是 静坐发生的毛病 不是静坐造成的 静坐只不过是一种 休息的方式 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 绝对不会因为休息 而产生毛病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你的生理上 已经有了潜伏的疾病 现在呢 发生了反应 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不经过静坐的测试 你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面 有这个毛病 而且自己能感觉到有病痛 正是体能在发出自我治疗的功效 并不是病入膏肓 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比如说吧 一个人受了伤 感觉不到那里痛 那说明那个伤势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伤势稍微好一点 就感觉特别痛 其实我们的痛觉 我们对痛的感知 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系统 或者是人的神经系统的自我保护 如果你不知道痛 手不小心扔到锅里 手都煮熟了 你都不知道 我们以前好像有一个电影 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就有这种无痛感的人 有的人还觉得他不痛 干嘛都不痛 那是一件好事 其实那不是好事情 伤得特别重的时候 是不痛的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 我不是说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这个脚摔骨折了 我从来没有骨折过 这是人生第一次 从来没遇到过 在刚摔的那一下 就感觉脚一下摔完了之后吧 其实当时都没觉得痛 就是感觉走不了了 当时那一下都没感觉到痛 然后呢 脚呢慢慢的感觉动不了了 然后缓过劲来了 好像能够动的时候 脚一踩地 一抬起来 就感觉痛得不行了 所以说真正这种 特别痛的伤势非常严重的时候 你是感觉不到的 伤势烧好了 能感觉到痛 比如说有的人患感冒了 感冒那个病菌呢 潜伏在里面的时候 还没有感冒的征兆 如果发出了感冒的现象 那反而说明感冒 其实已经减轻了 所以在静坐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发生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现象 你呢就正常的寻医问药 注重医药的治疗 然后配合静坐 度过了这些难关 把自己身体的这个 隐而未发的疾病给他治好了 自然而然的 你的静坐也能够渐入佳境了 刚才讲的这个是病态的反应 是身体本身有病的反应 还有一种就是正常的 这人很健康 经过了刚才我们所说的 酸麻胀痛 然后呢 肾部的这个升值机能的反应 经过了前面两个反应 自然而然 咱们的气机到达了背部和肩胛骨部分 发生了胀刺的感觉 甚至感觉好像有一个东西 或者一个力量在活动 只是很难冲上去 冲不上去 自己还有一种念头 有一种意识 好像感觉这种气机必须往上冲 冲过去感觉才舒服 才愉快 才轻松 在这个道家的观念里 叫合车转到了甲脊这一关 这是打通都脉的一个过程 其实啊 这是我们的阳气 开始到达还阳穴的阶段 如果不能够把心念放松 不能做到浑然望身的意境 它就越来越有压力 那我们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啊 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形 注意力就会往背部那里集中 因为那里有感觉 那里一有感觉 注意力自然而然的就往背部集中 用这种假想意识的力量 帮助它往上推进 注意力越集中 反而使我们的脑神经 胃神经紧张了 甚至过分注意了 过分用力会使心脏收缩 增加了我们背部一种脏痛的感受 有一些道家的人就会用意念来引导它过关 这样的引导过关 用这种意念 来引导它过关 也能收到一时的效果 好像感觉有一个东西 通过甲脊冲上了预诊 但是那是属于心理的力量 用心理的力量改变了我们的生理的感觉 还不一定是真的气机冲过去了 其实啊 到了这种反应的时候 你不用刻意的去引导那个气 你就是不理它 做到一种浑然忘身 或者运用智慧 抛弃掉我们感觉的作用 一味的沉静无为 等待它充实 这个气机呀 它自己充满了 它就像开关一样 啪一下 它自己又过去 豁然松弛 进入到一种心境豁然开朗 精神特别充沛的境界 如果平时坐着喜欢够这个驼背的人 到了那个时候 自然把这个小腰杆全挺直了 胸膛开放了 呼吸顺畅了 胃口开爽了 但是呢 这个呢 等你气机满了 你不理它 它自然会满的 你继续坚持静坐就好了 气机满了 它自然顶过去了 顶过去了以后啊 你的那种感受特别舒适 特别舒畅 腰板也挺直了 有一个毛病 就有可能 这个这一关一过 精神旺盛 不愿意睡觉了 每天精神好得很 到了晚上也不睡 白天也很有精神 所以有的人过了这一关呢 他不太理解 没学习过的人呢 他就会觉得 哎呀 失眠了 打坐造成我这个生物中紊乱了 很恐慌了 这个造成我失眠 其实不是 是你这个气机冲过去了 所以呢 你的精神非常爽利 再往上走呢 如果气机通过了肩胛骨 通过了预诊 气机就进入到头部了 到了头部呢 头部就会发生反应 那头部的反应呢 它就更复杂一些 因为我们的头部大脑的神经 太过于复杂了 小脑神经 大脑神经 脑垂体 肩脑等等 那大部分的所谓的走火入魔 都是在大脑的阶段 都是在气机进入了大脑的阶段 发生了问题 那首先呢 这个气机先进入到后脑 在休息静坐的过程当中 除非你有对佛法非常深刻的理解 那你能够对佛法非常明白 尤其是楞严经 读通了 学明白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发生一切你都能明白 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呢 当我们的这个气机到达了后脑 预诊的时候 最普通的一般人会发生一个什么反应呢 就是昏沉 气机刚上来 刚通过肩胛骨那一段时间呢 感觉反而是特别精神爽朗 可是气机进入到后脑 进入到预诊呢 反而感觉有点昏沉了又开始 进入到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了 这是修道的障碍 佛家呢 从心性入手 而道家呢 不太跟佛家的讲法不太一样 道家认为这种昏沉呢 认为是一种混沌的境界 认为是一种坐望而产生的现象 道家一身起修 所以侧重在生理上的生命 他认为这是一种养生的妙境 而佛家不这样认为 佛家从心性入手 一下子就要抛开身见 进入到性的这个圣的领域 所以凡是昏沉散乱 只要影响了我们的清明自在 通通都要抛掉的 所以呢 进入后脑的这个阶段 这个昏沉的阶段 道家认为是好事 而佛家认为是仗道的因缘 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后脑 契机进入到后脑 呈现了这种浑然昏昧的状态 如果体力不足或者特别累的人 他就容易睡着 昏昏欲睡 甚至呢 坐都坐不住了 这种情况就是脑部的供养不足 就好像我们特别想睡觉的时候 就会打哈欠一样 如果不是体力不足 是因为契机上升到后脑的关系 在这种似睡非睡的境界当中 最容易引起的现象 就是眼前昏昧一片无名 进入到好像做梦又不是梦 好像黄 好像一种隐约的状态 这就是后脑神经 影响到我们眼部神经的关系 很多人在这种状态当中 就会看到东西 好像梦中见到了东西一样 在昏沉在这种很昏的状态当中 看到很多事 看到很多影像 有喜欢的美女啊 帅哥呀 珠宝啊 钱财呀 字画呀 高山啊 美事美人 美物美景 或者是可怕的 妖魔鬼怪 或者是佛 或者是菩萨 或者是地狱的景象 这些因人而异 配合你自己的下意识作用 引起很多心理 和清醒以后 思想观念的种种变化 一般人的入魔 都是在这个阶段 这里面的变化非常复杂 如果没有对佛学的 这个了解 没有老师这样 告诉你 把这个事情提前就给你讲 你就很容易走入岔路的 前面就跟大家讲过 那些所谓的出马仙啊 乱七八糟的 这些魔道的 这个畜生性灵 畜生灵啊 等等啊 大部分 那真有功夫的啊 骗子咱们不讲 真有功夫的 都是在后脑这个地方 出现了问题 因为不修学正法 没有智慧 就在这里迷掉了 了解了这些道理 你就不理会这些现象 出现可爱的 喜欢的 可怕的 哪怕是出现佛 怎么样啊 你也知道都是假的 如果这个阶段 你能够过去 一切现象你都不理 出现喜欢的 你也知道这是假的 出现美女 出现帅哥 出现金银财宝 你就明白 抓也抓不到 都是假的 你看到了 你就知道了 但没看到 你内心不会生出喜欢 看到了这个 猛兽啊 地狱啊 魔鬼啊 你也知道 全是就像看电影一样 你也知道 这些东西 根本伤害不到你 不管看到什么 你都明白 这是假的 那这个阶段 你就能过去 从当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说 就是我们的契机 进入到后脑 影响我们的视神经 影响我们的听觉神经 然后再配合上 我们自己心理 配合上我们自己心理 所了解的一些内容 前面跟大家也提过了 有可能是你内心 深处最深层的恐惧 也可能是你 最喜好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 可能会看到 但这种看到 它不像你在这个 不像你在咱们生活当中 看到的那么真实 它是在昏昏沉沉 像梦中见物的那种看到 只要你不理它 就像黑夜一过去 一定会有清晨 一定会太阳出现一样 你经过了这个阶段 就会清醒了 清醒了 有可能会在眼前 呈现各种各样的光 或者像萤火的光 或者各种不同颜色的光 这是一种内视的光 看到这种光呢 和自己内部的生理健康有关 一般静坐的人 到了这个阶段 都会自然而然的 想要下坐 或者腿麻 伸僵支持不了了 如果身体内部不健康 或者头脑与五官 有病根存在 或者上焦有火 胃部消化不良 那也可能呈现出一些眼角膜 发红 或者耳鸣 耳色 好像得病了的现象 如果牙本身有病的 就可能出现牙疼 或者牙齿动摇的状况 如果有感冒潜伏在体内 也可能会发生在 这个淋巴发炎 或者头脑神经疼痛 或者后脑神经疼痛 千万要记住 不是因为静坐 而带给你的这些毛病 是因为你早已 自己有病根在体内 经过静坐 而促使它发现它罢了 换言之 是因为静坐的关系 促使自己内在的体能 发生了一种 自我治疗的功效 如果你继续坚持静坐 再配合上医药的治疗 能够使我们 恢复绝对的健康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老师作品